其实我知道你根兴都买东西 汪敦敬博士买东西 汤博士为什么你只是买办公室 半年前这么多吉普 现在都有的 为什么你不出手 两个四字楼都是有战略介绍的 要自己用的 或者可以合并发展的 别人说输少当东西 不然我卖就当买了 我和汤博士比较近 我不会看得不悲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科学一直在沽东西 汪先生就开始买东西 去年今年都买不同的东西 你觉得谁比较适合 阿波叔是 大家记住赞我的Facebook 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消息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收看葳言大意的第二集 下集继续是汤文亮博士和汪敦敬博士 欢迎两位 你好 在这里要恭喜汪敦敬博士 去年出手应该是四月份 没记错是买了明珠 福息一亿二千万 刚刚又出手买商铺 不过其实在这里 因为我认识你 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秘密 其实他不是一月看 也不是十二月看 他起码是去年 我没离开香港的时候 差不多三四月份 起码差不多一年了 我问过你 你怎么看的事 你说 我在看铺 汪敦 看了一年才出手吗 不止 其实也两三年 威威你玩我 因为这次就上演一个班门弄斧 不过我讲铺 汪敦其实去过游戏 所以我找你挑战 找汪博士挑战你 不过我刚才教了我很多东西 说真的 就是商铺 汪敦才是大行甲 那我照说我的经历 其实我记不记得上次吃饭 我还叫韭哥做师傅 因为我两三年前就想买 两年前就想买核心铺 因为韭哥和蔡卿 蔡子忠 他们都叫我不要买了 我挺幸运的 因为事实上那时候很难买 去到去年 就是2020年4月买明珠 其实那时候我都没想着买明珠 我都是想着买铺 了一件心事 希望买到一些核心区的铺 那时候就 但是因为铺子的跌势都挺重要 所以变成我又 趁有空档就买了明珠 都是一个幸运 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挺好 今次去到近期 我就觉得差不多 也让我找到挺好的位置 我觉得是很好的位置 我觉得是跟业主也很好聊 我觉得是 我也幸运买了这个 就是说我是很喜欢位置的铺 跟业主也很好聊 我都挺喜欢位置的 因为那个位置我也熟悉的 因为我都尖沙咀的 总算了专业心事 刚才进来 汤轻就给了一些意见 我也很开心 起码合格 什么意见 汤博士 他起码跟我说 没有买错 我去年也有买 去年我自己用的4月楼 就是26楼 7000楼 我也用了1亿4千万 买20楼连两个车位 当时买了 现在有一个盘出就是15楼 没有车位也要多4千5千万 那些人都会笑我 如果我现在买 我就不用付加倍的税 可以付4.25 当时我都要付8.5%的税 同时也买了中环王后 玉多利王后街3号有五层的 因为那些小的商业 一次过买了五层的地下 因为2号是我买了在那里 那就变成了 我觉得就是在疫情有些人需要钱用 那他才会放出来 那我们买和业主 那些业主也要千多万借 为什么呢 他都需要钱用 你没有压他 没有信 因为是照标的 我们给第二张标是多很多钱的 但是太低了他也不会买 就是我们也希望帮助 但是到今天 你也升了20%左右 但是我来自己用 我来自己用 一直买不到 一直买不到 现在很幸运买到 所以就是疫情反而你要留意 譬如明珠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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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几聪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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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敦敬先生买的店铺 看着右边的店铺 哇大坨的价格下来的 在这个尖沙咀汉口道这里 尖沙咀汉口道 这边就是海防道 海防道就很人类网了 你知道海防道有点跌租的九成了 这个位置 最终是几千万 不知道是否有点 恭喜我的朋友汪敦敬买的 这个汉口道 就是他买的进来 当然好东西了 要给7分了 这个位置 今时今日呢 尖沙咀整个废区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就是 买铺呢 租铺你看未来两三年 买铺你看未来二三十年 他一定会上回来 会上回来 尤其是他自用的话 更加不用说 赢败 真的赢败 汪敦敬是很尊重的一个朋友 那大家都知道 他地产界很有料到 那他买得的话 It's a very very big sign 在这个铺市里面 那在讲就是这个尖沙咀汉口道 那你看星岛日报 我看很多报纸都有报道的了 应该就是我先看星岛 那总之他就买入了 这个尖沙咀汉口道的地铺 八千三百八十万 那他买入来的时候呢 就自用的 那这里讲的呢 就讲汪敦敬是四十四号 那我之前用过这条片 下来都看过 那始终超过五千万的店铺 我自己就不想尖售 因为你不怕 我买铺要来赚钱 他说我买铺要便宜 他买铺要漂亮 那漂亮未必赚到钱 但是便宜一定赚到钱 那你明白了 那他买铺是漂亮的 那所以就OK的 那他这些是漂亮铺 那就讲尖沙咀汉口道四十四号 然后地下的B Pro JESO就是这个的八三八零万 兼的了 长亿地产汪敦敬 买入他都confirmed了 之前就是colormix来的 那现在就搞割 建筑面值一千尺 原本业主就零七年的时候 十二月呢就用六千六百万买入 那现在真是超级市旺爆了 汪敦敬都得市 真是超级白旺 汪敦敬不停沽出来的 那他沽了九间 沽了大概七亿左右 但是记住吧 1817年的时候 他买入了二百多亿货 二百多亿货 很重要 二百多亿货 那他沽了七亿 就是十十岁了 还有一段时间沽了 那这个门库呢 这间铺是15呎 深大过54呎 那如果要做到三厘回报的话 租金呢 就大概是21万左右 那这间铺曾经最高的时候 上过52万的 上过52万 那大间铺小看单边 事况不难 新闻报道的时候呢 就说他买入了这间铺 刀吉形式 那他之前的时候 汪敦敬又买入了这个名著 这个豪宅 那另外就 对了 总之他买回来的时候 给儿子做这个清酒生意 买一部自用 赢硬的了 不用说一样赢硬 真的赢硬 他这里都说 他是买漂亮的 不是买便宜的 which is good which is exactly right 现在市况乱的时候 才有机会买到这些位置 很多时候这些盘子 之前开价呢 2亿3亿的 这些是瘋的 2亿3亿万这些位置 抵抗8千多万 你想怎样 那在铺市来说的时候 那楼市他是前辈 那铺市我都熟他一些 那我时间多了 我看铺铺铺铺铺铺 但是讲楼 讲讲地产经验 他多了4万倍 那好人来的 阿汪敦敬 那之前买了名著 那他有手指的身份买入 那赚钱了 都开心 那这间铺铺的时候呢 之前就colormax租 今天报道的时候呢 就曾经月租 都上过五十多万 那好吧 恭喜你 恭喜汪丁顿 在这个影片呢 李更兴都说 汪丁敬博士 厉害啊 不过他就说一句 他说 我喜欢买便宜的东西 没得输 不过汪先生 喜欢买漂亮的东西 喂 那意思是不是 漂亮的东西都有可能输 我想问一下 汤博士有没有可能输 汪先生买这个铺铺 那你就是 如果你的自用 或者用来收租呢 就一定要买漂亮的 买便宜的呢 就是 你觉得买便宜的回来 但是呢 就是自用 你都 有这么多钱 用得这么窄 尤其是收租 我收可以做租的 就是呢 假的物业 很难出租的 很难出租 比如同一栋大厦 那你拿着六楼 拿着八楼 那些人进来 看到六楼 非常好 就是问你一句话 有没有高厂 20楼我一定租 或者20楼我一定买 那你没有 但是 如果你拿 那你租不到 你可能租不到 可能就是人家 嫌低层 就不租你的单位了 但是如果你是拿着一些漂亮的 所以我自己呢 就是用一个叫逢三退的办法 就是最控市的时候 就卖走最差的东西 那你手上拿着呢 比较优质 优质呢 你看我今天上来 也是很轻松 因为我们的租务都OK 也有90多个百分比 这样才很轻松 如果整堆垃圾放在手 现在50个百分比 空战率 你叫我我也不上来 就是这样 那我认为你一定要漂亮 那你今天先生呢 他喜欢炒的嘛 他喜欢炒 就是转流要快 那他就要买便宜了 他要买便宜呢 因为便宜才有水位 便宜才有水位 就是用禁业柱 便宜才有水位呢 他赚出来 他就不是炒你 这个要分别很大的 因为你漂亮 要长雪 但是长得几年 雨沙年 你会赚很多很多钱的 但是你想炒短 你一定是买便宜的 那个东西 有软猪头 有蒙秘菩萨 就是闻不到 因此就是 你那个物业 本应呢 本应呢 是值1000万 你可以呢 但那个物业是低层的 你要750万 700万 你卖到回来 但是有人给850万 900万 你就卖了给人 那你觉得呢 是便宜 那你这家先生 就喜欢买些便宜的东西 他做基金投资 所以变成他要货源连转 我 我说阿根兴他是做基金投资 就是他自己做一个投资 就是说商铺基金 所以在他来说 就是货源连转 所以他讲出分别 明白 但我想问一下 汤博士 其实我知道你跟兴都买东西的 汪敦敬博士又买东西了 那汤博士 为什么你只是买office 又没有出手买铺呢 因为铺你手上也有很多铺 铺位是专家 现在我们之前 半年前有这么多铺铺 现在都有的 你是什么心态 为什么你不出手 为什么来说 就是你看到我买两个铺 两个铺铺楼呢 都是有这个战略介绍的 就是要自己用的 或者可以合并发展的 因为始终都是疫情 我能够不卖 我能够不卖东西 就是守得住 不卖东西呢 我已经是聪明了 就是这么多享受 始终如果有些人害怕 我已经遇到很多现金 总之我守住 总之我认为不要卖 你知道你做股票之后 跌下来 你没有逼切性 你卖就在 哎呀死了死了 害怕 我能够不卖呢 我也是当自己买了 不卖的很厉害 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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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输少当赢 不然我卖就当买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波叔一直都在沽东西 阿波先生就开始买东西 去年今年也买不同的东西 你觉得谁更适合 汤博士 我没知 阿波叔是前辈 可能他买东西的时候 时机不是太漂亮 那不是太漂亮 他的东西买得比较贵一点 或者是 为什么是 没那么漂亮 没那么漂亮 太急了 太急了 就是突然看到市好 但是我们已经是早几年 早十几二十几 一路一路草下来 一路一路换得很漂亮 那我也觉得 波叔就急了一点 但是波叔也是很决断的人 所以一觉得有些问题 他也卖走很多 卖走很多东西 他买又很多 但是他也卖走很多 所以我说 我过去这个疫情 我不卖我都算赢了 但是波叔也有卖走 放了很多东西 所以你也不能够看 看淡波叔 因为波叔可能就是 做初不重要的 做初没有所谓 你自己修正就行 没有人赚了钱 没有人那么厉害 那可能那时候 因为有个儿子 帮帮忙 那他又没有意思 他儿子的意 买多了 稍微过了自己的负担能力 明白 但修正快就可以了 其实我做股票的 就是做很多股票的访问 那其中一个专家 之前是推介了一个海南省的概念股 那专门呢 因为海南省现在做些免税的地方 就是做一些超级的国际品牌 免税的地方 所以给一些内地人方便过去 所以股价也涨得不错 汪先生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都听到是有些国际性品牌 是永久的离开香港 这个私底下我听到 接着是搬去大陆的内地的 你怎么看 因为刚才你们都说 要开翻 就那些人回来的了 完全没问题 有没有任何的隐忧 汪先生汪博士 因为我这样看的 就是由上年过去 一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 就是很多人很担心 那我们就看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香港的钱有没有走 第二就是金融中心 可不可以持续 那这两样东西 我们很幸运 这两样东西都可以持续 那所以变成呢 我就是说 当然我个人买铺 我是认为香港 是会比以前那样反应的 就是我是这样看 就是香港会有回复 那国际品牌 你可以自己决定 也会有一些新的国际品牌 或者新的外国人 会来香港发展 我会相对看好 当然了 譬如很简单 那罗局上去说 可能过多两三年 都还是五个百分之以上 这个失业率 我会觉得做官 有他的看法 因为他要对政治负责任 或者对行政负责任 我认同他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们投资市场 我不会和汤轻比较近的 我不会看得这么悲 我又这么看 那个问题就是 国内人呢 在海南産买好 在北京买好 上海买好 他们可以买 就算北京上海 但是呢 那个资讯太发达了 资讯太发达了 你买了 你突然买个标 突然买个包包 为什么买这么贵呢 我记得刚刚算了 那个贪官 就是直接是 他说过的话 大家要想一想一想一想 他说有这么多钱都没用的 我有这么多包包 有这么多标都没用 我们是贵的 钱都不用得 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他没有办法 他只要呢 他下来香港 他可以穿好一点 他穿漂亮衣服 带个标 没人理会他 但是如果你在海南省呢 你是没做到这个国际城市 国际城市不是说你要做得 就是 如果说成熟 深圳比他更加成熟 很多很多很多 还黏着香港 深圳都没办法 始终你是国内一个城市 始终你是国内一个城市 你是说 现在你是给他一个优惠 好了 我们不是试过没有的 我们很多经济也可以的 咱们有经济特区 上海那边有经济特区 不知道 经济特区现在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可能都不见了 那边是不见了 经济特区 现在海南省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经济特区呢 就是 就是 就像内华特区那样 寸草不生 就让你做拉斯维加斯 就是 拉斯维加斯 但是 都影响不了 如果你在美国那边去西洋城 那些 一样去那里 内华特区 都是很成功 很成功 但是 你去海南省那里 我也去过 你不会说我特地去海南省去送货 你去香港就真的会去香港买东西 买东西 除了买你那个物业 买你那个品物的价值 还有呢 这个招呼 都是一个修理的状态 还有就是 你去到那里 明白 那我觉得就是 明白 比较 比较 就是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就没有 就是那个热气 就是那个热气 就会消失 阿威威啊 我想看法 我想补充 就是说 刚才汤先生说 我同意 内地和香港的关系 但是我想说 国际上 香港的城市那个形象 在过去一年 是做得相当好 就是说所有东西 我们看到所有东西都量化了 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量化了 就是好的金融中心 香港是做得相当成功的金融中心 那他 即是 未来我们 香港我为什么觉得更加好呢 因为呢 会高流通 也会 有高消费 就是说高流通 意思就是 我们和大湾区 包括你 你也是 你也是 珠海 我们 就是说我们 除了zoom之外 将来也会有高流通 第二就是说 香港本身那个 金融中心的功能 我认为是 我们是世界第一的 我们信用好 我们不会霸凌 就是不会好像美国那样 就是说太赌场化 或者不会 叫你上市 停你牌 我们又不会好像英国那样 不让人派息 那这个香港的金融中心很好 明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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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任的做法 你明白吗 以前唐英年都说 有生之年都不会 失业率都不会低 去回5%以下 还是30% 就是这个负责 很容易是用现在去推演的 但是经济不是用现在去推演 明白 但是我想问 现在譬如移民都有几千人 五千是不是 是不是五千人 譬如去BNO那个移民 那如果 就是很多人都是慢慢申请 看定些慢慢来的了 喂 如果都五千 一年几千一万的话 那沽几千一万的单位 都不是自己的 我对香港的流行 是不是有多大影响 我做了一些调查 这个就是 就是英国政府的BNO计划 他就说有30万人 30万人就是会用的 那就是第一年就12至15万人 就是很厉害的 那我就在香港电台的城市论坛 我都说没有这个人数的 那你刚才说过五千人 你说了万人 我觉得新市亨 一开门 应该是很多人来申请的 那你五千人 其中有两千五 已经是移民了 或者已经是逃亡了 流亡了去英国 现在英国申请的 就不是香港 有2500人在香港 是 我同意的数据 我同意的数据 那已经是最多的了 还有你看到 有人又要求政府 就是英国政府 减收你的申请费 还有那些保险或者之外 就减低 那变成了 就是严格来说 他要减价才能吸引到人 我相信这个数字 我想最不满意的就是英国政府 就说 为什么只有这么少人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 可能做错了一样 就是他们去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他打算移民去英国的人 怎么移民呢 我也认识一些朋友说 好像我听 好像听那个医务医生的主席 财健说 我大把医护走 我身边有十几二十个医生就走了 实际上现在我听 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我身边有十几个人走 现在问他是不是真的 我朋友说 说了说去 那些数字又重复又重复 那因为呢 移民去英国呢 我在城市论台上 我也是这么说 这句话 这个不是移民的 移民呢 就是英国政府 我需要什么人才呢 我接纳什么人才 比如我需要水电工 我需要征船师 什么什么呢 我就想去香港 或者全世界呢 是入这些人才 这些叫移民 现在我们去 BNO那些是叫难民 难民是 总之你合资格 在BNO去的 就难民 难民呢 好了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 自变新界难民 那就没得好说 去到呢 因为这个又 反过去 我们呢 就不承认很多地方 各个地方 那些 那些 那些资格 你不承认人呢 别人又不承认你 去到呢 又考虑了些东西 最主要是英文 水准未必追得到 追得到 还有那个社会地位 譬如你40岁那些 30多40岁 已经积累了 很好的社会地位 你是不是要放弃呢 他都放弃 还不回自己本行 或者做了东西呢 最后呢 是 去做服务性行业 做餐厅 适应 适应 那你是不是 好了 这个是不是最惨 最惨 最惨是做什么行业 最惨就是做生意 哎呀 那我有点钱 拍档做生意 开一间餐厅 舍得你妈妈都不认得 不见了一次 这个我小时候见很多的了 就是 来到哎呀 我开一间酒楼 中式酒楼 你看到那时候 以前 那个牧师 我叫何秀讯 去到 人多认 何秀讯 人多认 诸如处女 去到移民 开一间酒楼 不就被人吃光了 只剩下一个鸡 就是剩下一个鸡 就是剩下一个鸡 我和那些人去移民 说你 你首先 就答应这件事 不做工也没所谓 打死也不要做生意 否则的话 你始终不可以 你又不肯对头 你输了 那这个是 你倒有 做生意 是很辛苦 尤其是做饮食行业 最早上是你的 最迟收工也是你的 那你想想 你移民就想 希望有点生活 不是希望 如果香港 直接没有生活 很艰难的 你去到哪里也好 但是香港已经是很好的 你移民到你要好 香港 你真的变成了 我常常跟他说 不过 香港人的身体 就是 中国人的身体 一样 我说 慷慨负死意 那时候 没问题 移民 就以来 叫他想清 就是未必 这么多 所以我一直认为 移民去英国 用BNO的那些 就不是真的这么多 而且 他有反效果 本来 想着移民去用BNO 想着移民去英国的人 我现在也不去 是 大哥 你太容易得到 以为我都没有资格 不如我移去澳洲 去加拿大 就是这样 窩渣 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很多人是 错误 这个是误区 就是觉得移民是坏消息 其实移民从来都 香港是移民城市 你可以说 过去十几年 不是很多移民 但是香港的历史 由开始殖民地 到现在 其实都 我们应该是一个移民城市本质 移民并不可怕 更加不是坏消息 很多时候是好消息 因为加速新辰代謝 我奉献就是说 如果你因为悲欢而移民的话 你确定你移民 其实我作为投资专家 我不同意是卖楼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不同意便宜的卖楼 因为为什么呢 楼市根本趋势不是那么差 我知道汤兴也有这样的看法 也有这样的忠谷 即是说 不要因为情绪化 或者不同观念 而过分看差的楼市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这样去砍价买 就只会便宜了一帮楼市 看好 液了汪山 液了汪山和汤山 或者液了汪山的客户 不是 我们是持份者 就是在业界算持份者 那些人实在说一句话 你们有楼 当然说楼市好 不跌了 那我说 同样事件 就是没有楼的 一定说楼市跌的 很简单 所以两个都不对 所以第三条要看 就看结果 你看结果 看哪个结果 好 他有楼现在 当然好 你当然相信那个 两个总有一个对 但是总有一个错 但是两个都一定有不同的立场 不是 好像澳门大 就是你倒选 一个说 两个人坐在那里 一个说 那一局一定开装 另一局一定开闲 不要看什么 看他有没有筹码在他门口 如果搭筹码那个 当然相信那个 是 明白 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很感谢两位来 其实我经常访问 譬如无论是汤博士 汪山 他们看这个楼市 我觉得大方向真的很准 所以那些人说 又是唱好唱好 问题是 结果真的升 是不是 就是如果大结的话 你罵而已 是不是 那结果结果 你真的高位徘徊 结果在过去年年 差不多都 12年都升 所以我就觉得 那些人就 就希望楼跌 但是很难说 跌不了 令到很多人伤心 不过我想问一下 今年是不是一定会 藏身高 两位的楼市 那今年的楼市 应该是 就是 今年不是创新高 明年还会继续升 不停创新高 我意思就是说 今年会升10至15分 我没有说明年会跌 今年如果我们看数据 一定是有结果 但是我们如果用数据 数据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今年呢 今年呢 开始会不断创新高 那 就是我们又说回 龙市 龙市破了上一个顶之后呢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才会建立下一个顶 所以当然呢 当然可能有些人会看淡 也有去理由 但是小心呢 如果我们看得对的话 楼监不是升得太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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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买的风险 这个很高 继续是不买也很有风险 OK 多谢两位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